这个事发生在普通牧家嘴正大广场 华为店的这个情况 当时店里面人比较多 环顾四周之后拿起一个耳机 插进自己的包里面 店员这个时候看了一眼 没看到 当时没看到 又若无奇事 看看手机 这个当时大家都没注意 我们盘点的时候发现耳机少了 然后就开始查监控 银行那边打过招呼了 报警了 当时都在前面 因为客流比较多 都在前面的几张坐车 后面的几张坐车也没有人 主要也是自己 自己疏忽了 没看出商品 耳机像是一千多块钱 自己赔偿吗 几个人一起买单 加上我们店长一共三个人 一人赔个四百多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